而没想到现在洗车场也成了黑帮的掩护的工具 高雄市警方破获一个位在前镇区施甲国宅的黑道洗车场 他们平常就以洗车为掩护 私下却是从事暴力讨债 甚至还将黑手申请了社区管理会了 一群黑帮坐在社区烧烤店里要求擦干股 地价不答应这群人居然翻桌杂店 这些杂店的帮派分子即使都是在学生或中错生 平常聚集在高雄施甲社区这家洗车场 表面上从事洗车工作 私下却暴力讨债 夸张的是还把黑手申请社区管理会 平面媒体踢爆 六年来黑帮寄于管理会三亿多的社区基金 除了介入管理会的临选 还把社区基金花到只剩七千多万 中式新闻也独家专访到参与其中的黑帮分子 在那上面擦干股 在那上面擦干股 就跟我们去规划吧 还有听到在后面那边有在试那个 好像有在试枪的声音 虽然洗车场已经被警察查获 中式镜头还是直击到洗车场外 聚集青少年逗留 其中一名女学生还刚从学校翘课出来 我们这两口市民在那边开练习 这个黑帮洗车场虽然已经停业 但出路分子复杂 居民说经过都会提心吊胆 对于社区治安已经造成威胁